我马的全套诊断设备啊 国产的进口的都这边都有的 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知识 我的同事为了配合我的拍摄 帮我们以前很早很早的OPS都给我找出来了 OPS的大家都知道吧 它的使用年线是2006年到2011年左右 大概是这个年线点 OPS的主要作用也就是编程跟诊断都可以的 带光纤的 然后再往前它有GT1 GT1的使用年线是99年到2006年 大概这个时间点啊 然后我们现在主力使用的设备 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主力使用的设备是Legist 这款设备啊 这是我现在拍摄的这两个 这两个设备中有一个是国产的 一个是进口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啊 好 这个是国产的啊 这个是春远装进口的啊 咱们这个国产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我猜猜它的芯片金 猜猜它的主板金对比过啊 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国产的 这个是进口的 进口的是欧客家的 进口的是一机一号的啊 然后国产的这个设备号 所有的设备号都是一样的 目前所配备的电脑 cf54所配的是这款电脑 这一款电脑是 目前所有的cf54都配的电脑 再往前还有还有其他电脑配的 但是目前到目前就是2018 2019目前配的都是这款笔记本啊 这个笔记本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搭配Legist的整段硬件 然后再往前看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A2 A2的使用连线大概是 2014年到2017年 宝马的淘汰非常亏啊 一般年三年就淘汰一款设备 但是淘汰并不代表它不能用啊 都可以使用啊 目前这个都可以使用的 这AR都可以使用的啊 然后AR还得配上它的光纤 光纤接头 这个光纤接头 这个光纤带干嘛的 所有人应该都知道吧 编成主机的时候 170160 这些编主机的时候都需要光纤呢 现在新款的F系列跟G系列 都不需要这东西了 然后再往前再往前 就是咱们看到这把手枪一样的 iCOM A1啊 A1上市的大概使用的年线是 2011年到14年左右啊 大概的时间点 但是目前还能用啊 都可以用呢 这个30不怎么好 然后咱们再看它们的网线 这一刻大家看到 这个网线前面有红色的这一块 有红色的这一块 这个网线 这个是原厂的 Lex的网线啊 原厂的进口过来的 配的网线 咱们看到这是国产的网线 国产网线是 就是普通的网线 自己夹的这种网线 做工还是可以的 工厂做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标签 这边现在挺搞笑的啊 这个有几个颜色的标签 是放在这上面的 放在这上面的 没什么作用啊 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用来搞笑的啊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OBD OBD的原 这也是一个原厂的OBD线啊 原厂的OBD线 每个机器都有序列号 都有一个号的啊 这是原厂的啊 原厂的一根一根线 这上面都写的是 欧客家产的线啊 然后我们看主力配的笔记本 目前咱们 咱们外面使用的 怎么配是比较好呢 咱们一般是配这款 这款松下的CFCR的笔记本 带出屏的笔记本 带出屏的这个本 这个带出屏呢 特别好的一个小本 看到了吧 带出屏的 配原厂的 配原厂的Legist 或者配国产的Legist 因为Legist的价格很便宜 所以我们建议客户 肯定配原装正版的 比较好的 原装正版的 没有什么质量性问题 也可以配咱们现在的 IBM的笔记本电脑 也可以配Dia的笔记本电脑 配这两个笔记本 随便配哪一个 加上Legist 它们的性价比的最高的 我建议大家尽量配原厂的 原厂的肯定是最好的 原厂的肯定比国产的好 但是现在的国产质量作为 也是非常不错的 选择前就代表你自己